為了讓市場文化節的規模盛大又精緻 宜蘭市公所特別邀請在地國宴名廚陳兆林 宜蘭第一位人間國寶陳惠美 以及彩術大師 分別帶來精彩的看桌祭品 來增加普度的可看性 這學生我剛才有跟他說 水的知識比較高的那會不會倒來 不知道誰都會不會倒來 但是經過五、六次的訓練 所有作品都 火、焦慢慢都成形 而且也達到頂點 我認為很高興以外 我想說這個傳承是很重要 我們家的拜拜是 火都炒機關花和鴨花 所以我就用機關和鴨花做共花 還有用餅乾 餅乾用鴨花來做餅乾 餅乾用鴨花 夏天說吃得很圓滿 賺婆的人都會吞吞吞吞 就把傳統的工藝 用不同的素材表現 這個是二合一的黏土 它不會壞掉 它等於是永恆的食品 現在慢慢捏面人也都看不見了 就是因為它會損壞 市長江聰淵表示 以往的市場文化節 都邀請影視歌星前來和市民同歡 但是今年因為疫情考量 避免舞台下人潮擁擠 同時希望藉由普渡儀式 祈求老大公保佑民眾平安健康 和市場生意興隆 因此今年特別遵循 早期市場的普渡形式 擴大來辦理 有這個食材的雕刻 也有蠶花 我們說的蠶花 還有很多捏面人 等這些藝術 這個是我們以前傳統 這個市場或者傳統社會 在絆桌經常在使用的 這些食材裝飾品 不過隨著時代的演變 有可能很久都沒有看到 這些精湛的作品 透過我們這次市場文化節 我們希望能夠找回傳統 找回古早味 所以在這些我們這麼多的老師 他們共同展現他們精湛的 藝術作品 也能夠添加市場文化節 特別的意義 尤其是在食材上面的 做一個雕刻 那國寶我們陳大師 以及蘇武的大師 結合起來 要把我們的食材好吃之外 又能夠色香味俱全 美觀觀感非常重要 宜蘭市場文化節 大有大頭 展蛋